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大人是想让本神接管无主的九幽 壮大我们至穷的势力 这是其一 此行 我会委派四位神王 协助你的行动 收服不了也无妨 你此行的主要目的 是去九幽寻找一样东西 事成后 我会向父神举荐 让你成为新一任的十二助神 助神 大人想要我找什么 你我都知道 远在遥远的太古时代 有一位法器锻造记忆举世无双的神器 玉武神尊 如今强大无比的七天器 正是出自他之手 但天器理应是有九把 这最后两把 因为提供神器的两位古神 力量过于强大 一旦铸成 极有可能引发万界动荡 玉武神尊便拒绝继续锻造 也因此 这位尊者及其后人 在之后的岁月中 被各界觊觎于神兵的势力斩杀殆尽 没错 然而玉武门虽灭 根据风先生的推演 以及玉武门最后的传人 凤器仙记忆残天的指向 当年那尚未完成的天器器胚 现在就埋藏在九幽当中 哇塞 这泥马 也太牛了吧 一个晚上就整出来个秘境 无愧是师祖 也就一个想指的是 水蓝星的灵气太过稀薄 所以为师用自身的灵气 创造了这方秘境 方便你们在此修行 什么 师祖的灵气 快快快 喵的 是真话 还是超浓缩的灵力 以后倒这关喝水 就可以修行了 哇 我 师父 这是 两个丫头喝得太快 忘了提醒他们 为师的灵力不能通过进食直接射入 我怎么想啊 灵力 灌满了每一条经脉 师祖 我感觉自己要炸了 收 差点 老娘差点就 嗯 修行 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事吗 一般不会有这种危险 他俩那是错误示范 不要去 明 明白 昨天为师给你的道一眼生金用看吗 嗯 学生已经全部记在脑子里 师父需要我背一次吗 第二卷描述万象进的第五小节 好的 万物赴阴儿抱扬 天得一以轻 地得一以宁 子欲长生 守一当名 万象者 以石引灵化万物 三生万物化一心 一心不动 一念不胜 吉得自定 哇 关于万象经 学生理解的意思应该是 阴阳二者相辅相成 通过重复这个过程 赋予自身力不同的变化性 从而使其变得更强 回答正确 一晚就记住了十几万字的 刀一眼生金 老爷 咱们这次捡到宝了 你从未接触修道 对此事能如此上心 并得出自己的见解 为师很欣慰 嗯 学生的父母 从小教我 无论做任何事 只要决定了 就一定要贯彻到底 接下来 第一阶段的修行 也与变化有关 你先试着用意念 将体内的九幽之力 引出来 嗯 是这样吗 师父 没错 黑火状是它最原始的状态 它会通过燃烧你的灵力为媒介 进行进一步的施展 简单来说 你体内的灵力越多 所能展示的九幽之力就越强 哇 师祖你幼稚点啊 但 只是强还不够 你要做到的是控制它 像是这样 变成 血体了 不仅是水 动物 植物 火器 这些都可以 这就是维师给你安排的第一阶段任务 三天之内 你要利用这里的灵气 将修为提升至繁境巅峰 同时要掌握九幽之力 二十种不同形态的变化手段 维师三天后会回来 修炼上有不懂的 可以问男丫头 啊 我 嗯 花莲随维师来 哼 师父 请等一下 怎么了 灵安时还有黑龙会的爪牙 如果不将他们一网打击 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还有那个皈依派 分心是修行的大忌 现在没有事比你尽快掌握 自身九幽之力更重要 安心修炼 水蓝星和那个外来门派的事 自会有人去结局 可莲斯的妖孽 你到底是谁 哼 你们教派做过什么肮脏丑陋之事 自己最清楚 真该死 应该是你们 至于本公主的身份 你不配知道 现在 立刻将你们捉走的水蓝星人 给本公主交出来 老爷 咱们现在做什么好呢 今日天色不错 然后呢 适合钓鱼 特大新闻 含之大夏国多年的黑恶势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